谢谢大家 让网吧的工作人员赶紧到厕所去看看 说听见厕所里面有小孩子哭声 他在门口看见有血 你知是有血迹吗 起初人们担心是有孩子在厕所里出了事 谁知一进去 大家都吓坏了 也好多小 那个厕所堵死了 保家一打开第二个厕所的门 只见一名女子抱着一个婴儿蹲在里头 孩子的期待还拖在手上 于是人们赶紧拿来自己的衣服 把孩子包裹上 打120叫救护车 谁知这名女子竟然走出来之后 继续上网 有目击者告诉记者 当时医生赶来准备用担架抬她上车 被这名女子拒绝了 但是最终她还是自己走上了救护车 这位女子为何临产还在网吧通宵上网 她的家人又在哪呢 记者今天来到解放军九四医院富有中心 据了解这对母子被送来之后 目前一切安好 由于他们被送来时身无分文 医院已经为她垫付了所有费用 护士们还给母子俩拿来了很多衣服和食品 记者见到这名女子之后 她告诉记者自己今年二十四岁山东人 因为跟家里闹了矛盾 所以她怀着孕离开了家 这位女子说 毕业 3